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有福之人,不忙,不急,不乱 作者,云故诗,让我们一起来听 很喜欢一句话 宠辱不惊,看亭前,花开花落 一个人心平气和,福气了就来了 心乱了,一切就都乱了 所以,真正有福气的人 都不瞎忙,不着急,不慌乱 只是谨守内心的一份从容与笃定 人到中年,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 这便是余生最好的修行 道德经中有言 无为而无不为 不妄为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生活中,把一个人废掉的最快方式 就是让其一直瞎忙 有一个商人,因为生意忙得焦头烂饿 就准备去海边放松放松心情 在海边,他邂逅了一名渔夫 便问渔夫每天都会做些什么 渔夫说,早晨陪妻子吃饭 随后出海捕鱼 差不多就回家睡觉 晚饭后再陪着妻子去海滩边散步 商人恨铁不成钢地说 你为什么不补更多的鱼呢 渔夫疑惑着问他为什么 商人说 你这样就能挣到很多钱 然后退休 渔夫又问退休之后做什么 商人想了想,说道 想做什么都行吧 比如和家人一起去早餐 姨夫大笑着说 可这些我现在就能做 而且更有时间去做 老子有言 少则得,多则祸 人生最大的不幸 莫过于本该幸福的一生 却因为过多的欲望 最终导致人才两空 年轻时未名利忽视健康 老了才知觉 只有身体才是幸福的真谛 工作时为了事业忽视家庭 白手之后方知晓 亲情无价 最应该珍惜 林语堂说 生活的智慧在于逐渐澄清 律除那些不重要的杂志 人到中年 需得明白不是什么事都同等重要 拒绝瞎忙才是余生头等大事 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懂得取舍 学会休息 当你给了生活空闲 生活才会给你风景 二 不着急 无语有云 何报之木 生语豪木 挖室开头难 跪在循序渐进 醉际急功近利 急于求成 从前有个穷困的村子 盛产烟菜 因为工艺传统 烟菜需要经过充分晾晒 所以品质十分不错 有一个商人路过这里 品尝之后 便下了长期订单 渐渐的 有人想要更快赚到钱 便摒弃了漫长的晾晒步骤 转而改用火烤 许多人健壮 便也一样效仿起来 可没过多久 商人便发现了 烟菜的品质出现问题 就下了通牒 要求恢复以往的工艺 但依旧有人抱着侥幸的心理 商人察觉后 就此断了订单 村子又恢复了往日的贫穷 紫约欲速则不达 很多事情 你越是迫切 越是一味地求快 就越是成不了事情 就如同亚苗助长 既难达到成效 又会反过来 损伤自身 人生要事 需得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并不是消极 听从命运的摆布 而是不造进 不急求 毕竟万事万物的来去 都有它的时间 既然无法提前预知 无法改变 何不一边品鉴 一边接纳 让一切都慢慢来 余生但行好事 尽管努力 要相信 从来都是好事多么 只要耐心扎根 你定会收获 硕果累累的人生 三 不慌乱 曾国藩说 凡玉事 须安详和缓 以处之 若以慌忙 便恐有错 遇事 泰然处之 脑中才会有 清明显现 而手忙脚乱 只会扰乱思绪 最终 一错再错 人生之路中 高嘉林 曾在文化杂志社当编辑 有一次主编 召开会议 说最近订阅不景气 长此以往 杂志社两三个月后 就要倒闭了 文言 在场的人 顿时慌作一团 还有的甚至已经在考虑如何寻找下架 唯有高嘉林很快就镇定下来 他先是了解同行的订阅情况 随后做了一份调查问卷 这才清楚 原是因为互联网的冲击 这才导致纸质行业的边临倒闭 于是高嘉林找到主编 一起开设了杂志网站 以方便更多的普通读者加入进来 一段时间后 杂志社果然转亏为盈 高嘉林也因此得到了主编的青睐 生活中 多的是事与愿违 少有称心如意 但不必慌张 也不必焦虑 慌张只会让你对风景熟视无睹 焦虑只会使你与机缘失之交臂 这世间万事万物 即便有时不能如常遗愿 那也一定是另有安排 所谓拨开云雾见月明 也无非是因为 遇事沉住了气 遇难稳住了节奏 有道是心智则百节皆安 心饶则百节皆乱 处于繁华浮躁的尘世 身越从容才越有力量 心越冷静 福报才会越深 往后余生 遇事不慌 稳住心气 从容应对 坦然面对 人生自会不如正轨 迎来转机 有人说 人生最幸运的事 便是过了今天 还会有明天 可大得出时候 我们总是难以安住当下 要么急于摆脱当下的困境 要么破戒的 想要抓住远方的美好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便会知觉 无论今天过得有多难 它都会过去 无论未来 还有多远 它总会到达 所以不必慌张 也不必匆忙 请相信 当你放慢脚步 静下心来 把当下每一天都过好 福气和好运 就一定会如约而至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往后余生 愿你不慌不忙 不急不躁 心静如水 福运常伴